屋内一片漆黑只见橘红色火球不断燃烧 铁皮屋内高温闷烧 消防队员全副武装 头戴面具进入民宅 那时抹不打开窗 白色浓烟迅速窜出 外在高雄古山区一处斜坡上民宅 路超小条位在山坡处 还得先爬上楼梯 十几名消防员全都挤在一起 只能拉水线爬上楼梯救火 发现救火角度不对 还得借楼梯继续爬 而这起火灾全市闻箱惹得货 屋主睡前点闻箱驱蚊 但不小心掉下来烧到柜子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附近居民也全被烟呛到跑出来 下有巷弄 但是还要往某山上爬 把那个小的水箱车 就是往前沿着 是不紧张 我们以后还要防备 自己的一个治疗送 好险屋主及时逃出 只有些微呛伤 火势也没有波及附近民宅 邻居也没有人受伤 经过一个多小时抢救扑灭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热灯明金线中高雄报道 novel装�ка green 夢订 solo 扬狩